美国的火星采样返回计划现在遇到重大挫折 说目前计划已经严重超支了 研发成本已经超预算两倍以上 而且预计原计划要在28年发射的MSR火星返回探测器延迟要到2030年 那就导致NASA努力多年的火星采样返回计划有可能要落后中国了 甚至还拖累NASA多个深空探测计划 那就是看来首次人类从火星采样返回是中国人 这个担任NASA航空航天局科学项目负责人的这个叫祖布秦 他就说呢叫托马斯祖布秦 他担任该任务七年之久将离任 他说他看到一个危机正在发生 目前ARS了解到的情况可能问题比他说的还严重 就是说这个相关的负责人认为这个情况还要比这个 这个离任的祖布秦说的还严重 说呢喷气推进实验室任务项目经理库克和美国航天局总部任务主任 格拉姆林上周向NASA包括参加MSR任务的欧空局 通报啊 整个成本详细报告 实际统计数据 目前任务总耗资90亿美元 此前任务计划44亿美元 那这是两倍了 对吧 而且呢 只包括了啊 代表构建和测试任务不同组件整合成本 还不包括发射成本 五年期间的运营成本 也不包括建造新的样本 接收设施来处理来自火星岩石土壤 那就真空环境了 如果加上这些成本 那么火星样本返回任务总耗资预计 到要超100亿美元以上 这是一个横母啊 NASA比较担心就是 执行样本采集任务的毅力号 已经在2020年出发前往火星收集样品了 目前已经收集到了至少 14个火星土壤和岩石样品 但拿不回来 说这些采样返回的飞行器 要推迟30年发生 那期间呢 至少你像现在看 这七八年怎么活呀 那十年以后 这个探测机到底能不能用 是吧 这样品还在 但是这十年以后啊 样品反正十年前采的 你现在用还能用吗 你说神不神奇 美国人现在已经采样 就是拿不回来 然后说十年以后 我再把这个样品采回来 这东西烂了吧 这个2028年发射 如果那么2028年发射 NAS还是有信心啊 样品在33年返回地球了 但是如果要延到30年发射 那么这个着陆器返回 探测器抵达火星任务后期 期限可能就非常紧张了 说33年返回就泡舱了 预计啊 可能在目前30年发射 还是个位置数 能不能发射还是个位置数 这影响太大 NAS今年样本 火星样本返回联盟预算里边 已经获得了8.22亿美元 在24年预算中又获得9.49亿美元 这个项目的拨款比此前高 高出很多 而且近期成本还会增加 他们预计啊 他现在托马斯这个祖布勤就认为呢 主要的就是这个任务 早期规划出现可怕旧错误 技术错误导致原来的一些着陆器 能完成的任务分成两次之行 这个预算就直接一次性增加10亿美元了 另外还有喷气推进实验室的管理问题 加州实地中心承担了前所未有的工作量 但却不具备完成重大项目所需资源 主要问题就是该实验室 从没有完成过如此庞大的火星着陆器 这个展开尺寸达到7.7米 高是2.1米 着陆质量3.4吨的这么一个东西 相当一个两辆车库大小了 这个实验室的负责这么庞大的项目 还要忙2024发射欧罗巴快艇 这个很显然安排不开 NASA呢 有可能还要影响它的金星任务 金星任务看来已经被推迟三年了 蜻蜓号土味6无人机 包括天王星轨道器也要推迟 目前中美两国这个比较非常有意思 不仅重返月球上两国在竞争 火星采样也一样在竞争 不过美国制定的月球重返 是25年完成登月 中国计划是30年前 那两国任务时间差不大 那咱们说这个美国人现在也是在推迟到30年了 那也28年了 也意味着到底谁能先登月还不一定 但是这个采样返回任务 火星这个采样 当中美两国同时时间都是那31年 采样返回 那就是实际就是看谁 看谁能完成了 最终返回时间延到33年的话 那么接下来就非常有趣 NASA准备10年后 这个火星采样任务返回 那基本上就输给中国了 咱们说这个任务 经历多次变更之后 这个现在看呢 它基本上要输给中国了 这个计划确实够复杂的 NASA把任务 这个应该是着陆 采接发射 放在一起 它因为风险太大 它从没有设计过如此重大的火星着陆器 它准备设计一个两个车库那么大的一个着陆器 然后呢 以它为采样返回 这么一个计划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有意的 它既然知道大 所以它有意的要拆分 对吧 样板收集着陆器 样品着陆飞行器 要设两个着陆器 而且呢 为了保证样品收集任务顺利进行 NASA还为样品收集设计了一个两架火星直升机辅助收集 这样一拆分设计难度就 这个确实设计 结构设计难度下降 但是成本就直接增加10亿美元 而且时间上呢 也来不及 28年完成了 理论上讲 要推出到30年 但是33年返回呢 与中国相比啊 它要延两年了 中国是31年 中国没有任何 任何消息啊 说是要推出 那就说人类首次啊 火星样品返回是中国人的 这么庞大一个任务啊 你先啊 样品收集 毅力号一边探测一边收集啊 将感兴趣的样品一个一个收集啊 而且收集完丢弃于火星表面 总共有44个样品啊 都是科技家特别感兴趣 存在极高价值的火样品 中国呢 中国整个计划就简单暴力啊 就是发射探测器 降落火星 挖一勺返回地球 没听错啊 就挖一勺回来 不过事实上 中国的探测器呢 也挺复杂啊 绝对是务实的啊 就是你 你现在看你这个 尽管是搞了 这个 这么多44个样品 但是你现在看 你拿不回来都扔那了 中国是挖一勺回来 但是确实拿回来了 对吧 中国火星采样计划 和美国整个环境有差别 中国的模式是将样品采集 然后呢收集 然后呢发射啊 核啊 核为三个核成一个着陆器 整体啊 分成啊 这个 上组合体啊 就是着陆加上升啊 还有这个啊 轨返组合体 就是轨道运行 加返回啊 组合体 具体流程就是啊 这个 这个 鬼反组合体 发射入轨 进入火星轨道 然后呢 上啊 着上组合体 发射入轨 进入火星轨 转移轨道 着上组合体采样啊 然后呢 着上组合体 从火星表面发射火箭 并入轨 绕啊 环绕等待 上升器啊 与鬼 鬼反交汇 捕获 然后呢 转移样品 容器 至返回器啊 还火运行 七个月 三零年 就启动 火地入射 三一年七月 抵达地球 简单点 就是 它更成熟嘛 咱们说 目前这个天文一号 就是它这个技术 加装一个 采集火星样品的设备 再增加一枚火星 再加一枚 发射火星入轨的火箭 这个就完成了 非常成熟了 难度非常低 因为中国成熟了 和这个NAS相比啊 中国的火星采样 看来就是挖一勺 什么是啊 我觉得 挖什么 凭天意 我不知道是挖到什么 但是挖一勺 凭天意 我就拿回来 这是人类第一勺 我觉得已经成了 这只要比美国领先 重要任务就保证带回来 不是你挖什么 美国人现在挖了44个 但是带不回来 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NAS政府风险太大 你想两个车库那么大 你要干什么呢 你要停车吗 中国简单粗暴 但是务实 现在看NAS理想的也只能33年 中国31年完成 我估计大概率也就是 中国率先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 尽管中国登月也是简单暴力 分两次发射 但是我觉得 因为中国有了无人登月采样 这次这所有的数据其实都记录了 所以再做一次没什么难度 其实目前来看 NAS现在我觉得繁琐 而且成功的概率并不高 我觉得现在压住就压住中国 中国火星和月球登陆 现在我觉得大概率是中国 可能要抢在美国之前